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确实看你活动了一下 应该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就是基础的训练 作为一个业余来说应该是可以说是业余高手 但是作为专业来说呢 当然还需要一定的磨练 我个人感觉就是说基本的东西都掌握得很好 但是不够细 不管是后场还是往前 尤其是在往前方面 我觉得什么东西都会做 不然也搁对角 但是看起来不是那么细腻的 就比较粗一点 看你哪个方面你想多了解一点 就是一个是反手 因为我原来学的时候反手几乎就没学 反拍打得不太顺手 对 就是那个发力点都不太掌握 通常作为我们来讲 还是鼓励用头顶 因为头顶毕竟它有危险 出来球的变化也比较多 反拍就是说除非你很强 它才会多一点变化 那普通上还是属于一个过渡的情况 你再做一下 因为刚才我没看到 其实发力应该算是不错的 但是你没有借到力 这就是我觉得胳膊牢有一个倔的感觉 对 你没有借到 所以变成你的球不够厚 所以这可能有点吃亏 所以让自己再借一点力 一个把这个惯性的动作做出来 然后可能看身体能不能借点力 那我先示范一下 哎呀 这个不算 还有一个就是摆速要快一点 因为你狠一点 速度快一点以后呢 它的力量又出来了 那刚才我这个球 它就比较狠一点 所以这个发力就比较干脆了 再来试一下 好吧 接一点力量放松一点 但是要用的时候 啪 这一下子给它快一点 这个有一个反向的力 就是腿反复 反向的力目前还不需要 因为这个力量 这个出去已经够了 这个反向的是后期 就打完球 就是你要用这个把你转在重心再回来了 哎 很好 放松 狠一点 哎 好的 好 学的蛮快的吧 还是我教的好还是你学的快 您教的好 可惜啊 开个玩笑 就是说我觉得比刚才好多了 有一点体会 我觉得就是说 你刚才就欠缺一个就是摆的这个速度 和狠劲 然后过度刚才讲了 还不够 一样的这个动作还是要干脆一点 但是力量的时候 到了要击球那一瞬间 力量收入一下 这样你还可以骗到对方 因为刚才很明显 就是我想发力打后掌了 对不对 没关系这个是可以的 但那吊血的时候应该按照这样的动作去做 这样别人才不会容易判断嘛 要给对方造成一点难度 好不好 因为今天你的水平比较高一点 所以我们讲的就稍微要高一点 好吧 这动作其实我觉得我力量收入了 我不收的话这个球去到后面去了 但我收住这个球还在前面了 没有能够骗到的对方 而且球速度也比较快一点 狠一点 不够啊 这个动作稍微摆起来 你首先要打之前 我想打后掌 但你要打的时候 我不打了 好吧 好的 很好 对对对很好 好的 基本上我觉得非常舒服 然后就要多练一点 练的目的一个就是要控制球 就是说球是不是能够按照你的目标去做 我想掉这边 是不是能掉这边 这样我就觉得已经到了一个 到了一个层次了 好 还有一个就是我翻手要是想点杀一下 或者怎么样 怎么来发力 还是击球点的问题 一方面就击球点首先要高一点 你比方说我到了这个地方我还可以反杀 这个弹的就是一个空话 因为你这样的继续点过去的球应该是平的 嗯 杀球嘛 至少还要一个高度往下走才要杀 所以第一个首先抢高点 继续点要前一点 比刚才那个要高一点吗 还是一样 继续点一定要比刚才高 那这个力量刚才讲的 从这儿借到这儿就行 好 还有一个可能我拍我就放松一点 好 这个时候我拍要放松一点 好 哎对对对 往下压一点 你的声音啊 基本上偏向在这个地方 对这个地方 哎对高一点 好 哎对对对好一点 拍面尽量往下一点 哎对对对 好试一下 好 对 好的继续点还可以再高一点 好的 这个就是说 目前发的力应该还算不错 但点不好 这个需要去练 你不练的话 这样的杀球其实没有用 虽然人家被动 只要他回来快点 他还是可以接到这个球 所以这个要求就是点要好一点 我倒是不强调要求那个力量 我要求那个弱点 好 那我也做一下 因为我很少做的 好 希望不要太丢脸就对 看击球点就比较高 所以这个球呢 其实不是说它很重 但这个球还是有一点杀伤 因为它比较深一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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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